B.A.F. 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耶 這一次要介紹 Marvel Legends Avengers Endgame Wave 3 胖索爾套 首先要講的是這一次多出來的兩隻 就是一隻是馬克85,一隻是美國隊長 如果對這兩隻有興趣的 就可以現在在網路開始找閃貨了 這次包含BA.F. 整套七隻全部都是電影版的角色 尤其是馬克85是萬眾矚目 然後兼用了Avengers 1的美國隊長 跟重裝版的刮馬遜 這三隻應該是這一次的一個主軸 這次也同時補完的兩隻 就是之前在電影系列沒有出現過的角色 包含海姆達爾跟裝甲版的Valkyrie 那最後就是半透明的幻視 然後七隻就可以拼成一隻BAF 胖索爾 所以這套你可以收整套 也可以只收鋼鐵馬克85 讓玩家自己去選擇 所以這算是海之寶近期我覺得還蠻可以接受的一個WAVE 那像這種一套七隻的WAVE 我決定就是一隻一隻的來介紹 那你想看什麼你就用拖拉的方式去選擇你要看哪一隻角色 那在介紹之前呢我必須要強調就是介紹的過程一定會劇透 所以你到現在為止如果還沒有看過 Endgame 那我只能說是你沒有愛 跟我劇透無關 首先第一隻介紹的是鋼鐵人馬克85 那各位也知道這一隻是明面上的 Tony Stark 的最後一套鋼鐵裝 所以它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紀念價值的 那因為是最後一套鋼鐵裝 所以它在設計上也回歸原點的用了金色跟紅色的配色 整體來說也就是繼承了 Tony Stark 的風格 以一貫的華麗高調為主 那這一隻孩子寶做的基本上也不會太差 身材比例可動各種細節方面都有拿到分數 以CP值來說啦 這一隻不到一千塊的鋼鐵人是 已經吵架過的 SHF 鋼鐵人馬克85的 五分之一不到的價錢 所以如果你不侷限於品牌 不侷限於太高的品質的話 那這一隻鋼鐵人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可動方面我們很快的帶過 上背平舉 手肘二重關節 上碗平面迴旋 手腕是插銷式的 不過有前後移動 腹部前仰加脖子 後仰加脖子 骨關節上台 這隻骨關節的可動性並沒有很高 只能到這樣子而已 然後膝蓋二重關節 然後大腿平面迴旋 該有的都有 不過可動是沒有很優秀 腳踝關節 是用一個斜旋轉的方式在操作 然後它的連接小腿的這一塊是不能旋轉的 所以它的腳踝關節的外開 接地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一個角度 然後鋼鐵人馬克85裡面還附了一組量子手套 那這個量子手套是給上一個Endgame Wave 2的BAF浩克裝的 那裝的通法其實也很簡單 浩克的手拳頭拔掉 很好拔 這個是客製化過的 然後沿著它的形狀 把手套裝上去 拳頭裝上去 這樣子就完成了 Benner Hawk版的量子手套 那這樣子浩克就可以拯救世界了 讓人類再次回到一個人口過剩 然後糧食平級的一個時代 那相信大家一定也很想知道 我們的憂鬱老薩能不能裝雙手套 答案是可以的 它的這個手同樣可以拆 雖然說這個手套並不是給憂鬱老薩用的 可是 反正裝上去沒有違和感就好 拳頭也是插得進去的 這樣子就出現我們的 雙手套版的薩諾斯 接著介紹美國隊長 這支美國隊長是當初Avengers第一集的時候 Hasbo推出的美國隊長 那你不管是造型啊 或者是可動啊方面 用現在眼光來看都顯得聳土很多 那但是這一次Hasbo加上了 新技術的塗裝 尤其是那一張臉 其實有點 的確還算是可以勉強的像克里斯伊凡 所以這一支是能夠上得了台面的 雖然說它在可動跟造型上比較落伍 那一樣我們來介紹它的可動 它的肩膀可以抬成這樣 因為它的肩膀是完全沒有拘束的一個設計 然後 一樣 手肘二重關節大腿平面迴旋 不過這支有一個很奇怪的地方就是 它的手腕是沒有關節的 它的手腕旋轉是靠上腕這一塊再旋轉的 然後也因此它是沒有替換拳頭的 它這兩個拳頭永遠都是保持著張著的狀態 那這支最大的缺陷就是它的腹部 它的前仰非常的糟 後仰倒是勉強還可以 所以它的整個脊椎是很硬的 然後它的骨關節是一個很顯眼的球關 所以外觀上其實也不好看 那上台的話可以到這樣 然後膝蓋二重關節 大腿平面迴旋 腳踝關節也是一貫的一個斜轉的東西的設計 所以大概也是這樣子 不過因為這個模子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美國翹臀在這一支上 其實並不是很明顯 第三支我們來介紹海姆達爾 它那一把鑰匙劍 已經出了兩次了 結果那把劍到了第三次 才終於讓它的原主人海姆達爾拿在手上 那ML莫名其妙的只要是黑人的角色都做得很像 然後而且這支很令人訝異的是 它全身都是重新開模 雖然說你在不穿披風的狀態之下 感覺起來這一個素體其實還滿陽春的 不過以重新開模來說 這支算是滿有誠意的 那在披風狀態之下的可動的話 基本上它 這支有一個小缺陷啊 就是如果你要讓海姆達爾往前看的話 它的頭髮就會翻起來了 也就是說其實它原本設計的脖子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海姆達爾永遠都是往上看的 這是原本孩子寶的設計 然後在披風的狀態之下呢 其實只有左手可以動 而且只有動一半而已 下半身倒是沒有什麼卡 那披風很好拆 拔頭 披風拔掉 這樣就會露出它裡面的五四伏 那五四伏的可動就還算不錯 就是ML1系列的關節 包含腹部 前後仰 脖子 旋轉 然後 大腿上抬 膝關節二重 平面迴旋 然後腳踝 這一系列腳踝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就是一個斜彎 然後外開 接著介紹裝甲版的Valukiri 這隻女武神是整個跟之前 與所有搭配的那隻女武神比起來 是真的整個質感都提升了非常的多 那尤其是那顆烈印頭雕 雖然你從 相片當中看起來可能不是很像 可是你實際拿在手上就會感覺出來 它的確有抓到泰沙湯普森的一個神韻 那這隻最大的缺點 就是 它把 之前那一隻 軟到不行 然後 很陽春的那把武器 竟然又把它移植過來了 兼用過來了 而不是重新設計武器 這是我覺得我對這隻非常不滿的地方 因為那把劍真的很醜很爛 可動的部分呢 在披風 帶著的情況之下 也還是一樣 不過女性角色的可動基本上都比較偏低 包含像它的手肘 永遠 女性角色的手肘基本上都是單關 腰部前彎 後仰 然後這隻的這個雙馬尾 基本上也不太會卡它的脖子的旋轉角度 這一點也算是蠻加分的 不過它這隻設計的有一個算是缺陷 就是各位可以注意到 泰莎湯姆森在頭低下的時候 它的 脖子的整個球關就會露出來了 所以你只能在一定程度的角度限定之下 擺動作 你稍微轉到這樣子的一個姿態 你就會感覺它的脖子 的形狀跑掉了 那大腿的話 它這一片關節是軟的 所以大腿上台基本上也OK 然後 膝蓋 二重關節 大腿平面迴旋 腳踝也一樣是一個斜轉 這隻的接地比較差 因為它斜轉的角度設計的比較小 所以基本上是完全沒有接地的 再來是 份量上肯定是這一次MVP的 最終決戰版挖馬遜 那相較於之前 Wave 2的那隻黑色的挖馬遜 比起來大家會以為說它好像 兩隻是兼用的 其實比較之後會發覺 兼用的零件其實只佔了不到三層 這隻包含它的兩個手背 然後整個背後的裝甲 然後 大腿跟腳掌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新的零件 跟上一隻黑色的版本其實差蠻多的 不過 因為這隻又回到了原本的愛國者的那個配色 所以說 我覺得應該大家會比較喜歡黑色的配色 而不是現在這一個 紅藍的配色 所以 這一點應該是比較欲求不滿的地方 那介紹一下可動 然後 這隻的話 因為它的這個手臂 它是重新設計的是有 很多的 很多把槍的 所以它的手背前台只能到這樣 可是 上碗平面迴旋還是留著 然後 手腕也還是有 左右的關節 腹部 基本上也是只有一個旋轉的功能而已 這隻就是一個裝飾大於可動的東西 腹部 腹部可以轉 骨關節上抬 二重關節 大腿 平面迴旋 腳踝可動 接地 然後這隻在它背後的這四個武器 是可以旋轉的 它是用插銷式做連接的 所以都是可以做一些微調旋轉的 不過 基本上各位可以注意到 因為它這兩個砲全部都是軟的 這個砲是軟的 所以 你裝上去之後它又沒有任何的支撐 的情況之下 久了之後 這個砲在地心裡面的影響之下 一定會軟掉 所以 這一隻 就是 三分鐘而已 這隻幻視就是之前 玩具反抖城限定的情侶包 然後拿出來做了一個透明的 橙色之後 重新推出的 所以這隻就是給了一個玩家機會 可以在買不到情侶包的情況之下 然後還可以拿到一個電影版的幻視 但是 欸 你想要拿一隻臉漂亮的飛鴻女巫 你也得去買那一隻 那一套雙人包 所以這一隻就變成一個 很尷尬的存在 那 孩子寶也知道它很尷尬 所以這一隻 附的是 胖所有的身體跟 胖所有的Stonebreaker 也就是說 這隻很明顯就是一個 買配件 附幻視的一個概念 可動上我們快速帶過 手背上台 二重關節 手腕旋轉 腰部前 腰部後 上台 膝關 旋轉 然後 斜切 那這一隻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它的披風 裝著之後 這一塊 一定會翹 兩個版本都一定會發生這個情況 一定會翹 然後最後壓軸 就是本套的BAF 從原本的一個 沒心沒肺的少爺 到家破人王大側大悟 到最後 萬念俱灰了無聲趣 變成那個肥仔 基本上大家應該都不可能猜得到 編劇會這麼大膽的把一個帥氣陽光的一個 白人男星變成最後那個肥仔的形象 那這隻雙頭雕呢 墨鏡頭雕基本上沒有問題 完全就是把該遮的醜都遮掉 那素臉頭雕呢 雖然沒有很像 不過整體來說很有喜感 所以素臉頭雕拿到的分數其實也還算可以 那尤其是它有把 胖索爾這個招牌的大肚男也做出來了 然後全身上下的那個頹廢風跟 跟一個比較邋遢的一個服裝 基本上感覺都到位 那這隻我很有意見的地方是 這一次的這把Stonebreaker 是重新開模的 它跟之前Infinity World的Stonebreaker 是長得不太一樣的 手把有比較細一點 可是兩隻的問題都是出在 它都是軟膠的 尤其是這隻的手把更細了 握在所有手上 基本上很快就垂了 但是你要叫還是把他武器做硬 我覺得基本上也是要他們的命 那我們來動一下它的可動 胖子的狀態基本上可動 也還是維持著一個該有的水準 然後它的腹部 往前被杜男卡住了 往後勉強還可以有 然後它的脖子其實 它的脖子其實我覺得設計的不錯 它這顆頭雖然說它的頭髮 是劈頭散髮的狀態 可是軟膠的材質其實都還夠軟 所以雖然可動並沒有很靈活 可是左右旋轉啊上台啊 這些基本上都還是做得到的 然後腹部這塊杜男 左右旋轉也沒有問題 那在杜男卡著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腳還是可以抬起來 可是它的膝蓋是只有單關而已 然後 骨關節大開 不過它的接地本身是偏弱的 接下來進入系列比較 與其說是比較 我反而覺得像是一個被海之堡溫水煮青蛙的過程 我以前並沒有想到要收到NL要收到這麼多 可是我現在回頭整理起來才發覺 三巨頭 每一個時期的代表型態 我竟然都各拿得出一隻來 嘖 我自己也很訝異 真的是很訝異 這次的動作範例我們先來示範一個 Superhero landing 就是鋼鐵人暴地姿勢 很多人都把這個姿勢當成說是 一個鋼鐵人的商品它的可動性高不高的證明 這是事實沒有錯 不過我們現在要示範的就是像NL這種程度的可動性能不能做到暴地 其實你只要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小技巧 什麼玩具都可以做到鋼鐵人的暴地 各位可以注意到我只花了幾秒鐘就把鋼鐵人的暴地擺出來了 問題就是出在 首先是它的腹部要夠彎 你要靠一個腹部的彎的結構 然後手背自然的上台之後 然後來撐住地 這是第一個要求 然後第二個要求就是它的腿其實 它的腿的可動你在畫面上看起來其實並沒有一個很大的要求 關鍵點就只有扭腰而已 你只要腰夠扭 就會出現一個 完整的暴地姿勢 當然有一定程度的角度限定啦 不過 要求是已經達到 接下來即便可動過時我們也要讓美隊來丟飛盤 那丟飛盤的動作呢其實很 關鍵點永遠就是只有一個 腰要轉 今天只要能夠腰轉 大部分的動作其實我們都有辦法 用 畫面的東西來彌補 所以今天美隊丟飛盤的動作大概就是這樣子 單腳站立 然後腰轉 然後手做一個投擲的動作 這樣子就OK了 這樣就是一個很標準的美隊全力投擲盾牌的一個動作 那可以注意到這個腰其實已經扭到 一個已經不是很像人的一個姿勢 這樣反而可以達到一個動作的張力 然後包含 腳要腳踏實地的很穩健的踏著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在畫面上就把 飛盤這樣子擺 就完成了一個美國隊長丟飛盤的一個動作 海姆達爾我們來示範一個 就算是 右手被披風所前置的情況之下 也能夠做出一個 雙手持劍的斬擊 首先我們讓海姆達爾 兩隻手持劍 然後他的劍法的話是 我們用一個 雅拉鋼式的批法 就是雙手持劍然後用腰的方式做旋轉 來砍人 所以這個動作的時候雖然說 上半身的動作並不大 可是因為有一個腰部跟一個馬部的關係 所以 會產生一個回旋斬的一個視覺效果 動作完成就是這樣子 雙腳一個拉弓拉開 然後腰一扭之後他的劍是這樣子批過來的 這樣感覺就對了 劇中的女母神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戰士 所以我們在擺動作的時候不太會 刻意的去強調他的一個女性的氣質 還是會以男性的 動作來做呈現 然後因為加上他這把劍很 就是很短很沒有氣勢 所以我們會把它擺在畫面的前面 來彌補劍太短的一個不足 動作完成差不多就是這個感覺 雙腿開比較開然後有一種 經過不讓虛眉的英姿煞爽 可是同時他的 左手又有一點這種 比較女性的柔和的感覺 然後眼睛跟劍勢成一支線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女武神的戰鬥形象 像瓦瑪遜這種 軍火褲型的角色其實動作是怎麼擺怎麼帥 但是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比較注意的是一個畫面上的協調性 尤其是像他這一個四個炮 在做動作的時候要先盡量微調到 是左右對稱的狀態 然後 在畫面呈現上也不要讓 武器之間有互相的遮擋 基本上這樣子就OK了 所有的課題呢 我們就來擺一個慈目英雄的感覺 首先是他的手要 稍微再比較前面一點 然後要有一點駝背 這樣子 給人種他已經老賣了 然後 氣勢已經消失了的一個感覺 同樣的動作呢我們只要稍微抬頭挺胸 雙手呢 稍微靠後一點 腳的外巴的幅度調大一點 這樣只要抬頭挺胸 整個索爾的氣勢就會又回來了 以上就是本次 Marvel Legends Avengers Endgame Wave 3 胖索爾套的介紹 十年 跟NCU應該是到此為止 做了一個收尾 該有的角色都出國了 所以說 Marvel Legends MCU 電影線的玩家 應該是可以暫時休息個一陣子 那我們下一篇要介紹的是 9月的三國創結傳 諸葛亮 張了 孫上香 敬請期待 掰掰 拜拜